雄雄火焰不斷竄出 景潮一邊迅速布水線 同時拿公寓的滅火器朝火場噴灑 半個小時內撲滅火事 景潮入內搜救 在浴室發現了52歲的婦人 沒了呼吸心跳 她被揪出來的時候 全身有15%的二度燒燙傷 緊急送醫還是沒能搶救回來 三月一號凌晨四點多 新北市三重光復路的五樓公寓 頂樓夾蓋先竄出農煙 同一棟的住戶驚醒 除了打119也互相幫忙通報 景潮順利疏散六十四位民眾 領居透露住在頂樓夾蓋的婦人 是毒品列館人口 也是這個區域的問題人物 因為長期沒有繳房租 已經被斷水斷電 偶爾還是會跑回來 沒想到會葬身火箍 浴室它的門是塑膠門 浴熱它會很快就是被融化掉 它反而比木門的阻隔 燃熱效果差很多 因為不排除有揍火的可能 火掉人員到場採證 起火原因要等鑑定報告 才能釐清 華視新聞 請問李梅瓦環華盧大偉新電視報道 我是吳一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訊息 趕快加入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最專業的主播群說新聞給你聽